近期北京的张女士在逛超市的时候 不小心踩到车离子滑倒在地 当时因为疼痛很难站起来 于是超市的工作人员就赶紧拨打120 把受伤的张女士送到了医院 后来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 张女士的伤为十级伤残 后来找超市协商 因为双方达不成协议 张女士就把超市告上了法院 并要求超市承担赔偿等费用50万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超市赔偿张女士16万元 事情一出争议很大 你自己摔倒的关人家超市什么事呢 哎 这还真有关系 给大家科普一下 法律明确规定 像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馆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 经营者 管理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而且根据不同情况 赔偿不同 例如摔了一跤 经鉴定 一旦构成伤残等级 那伤残赔偿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除了伤残赔偿金 还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 营养费 住院伙食费 补助费等 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务工减少的收入 那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 和残疾赔偿金 这回您知道了吗